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便宜 所有使用过拼多多购物的人都知道 拼多多的东西价格低到不可思议 几元钱的商品五花八门 价格低廉是第一道吸引消费者的因素 拼多多是团购和微分销的衍生品 团购购买商品的玩法是 一件商品如果单买要一百元 但是如果达到二十人购买的话 就可以便宜一点 比如六十元也行 如果你成为我的分销商 你分销的用户购买商品 你就有反例 依此类推 一般到三级 所以拼多多商品为何这么便宜 一方面是与其商业模式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也是其较好的抓住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因此盈利也是相当丰厚的 与其说拼多多是主动的消费降级 不如说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重新抓住了如今已经被淘宝 京东等成熟电商抛弃的低端市场 他已经开始轰炸我们的朋友圈 或许就是下一个巨头